馬修強森被當作農業恐怖分子 警察在那裡 抓著我 押著我向壁 這就是恐怖分子拍攝的影片 在COVID疫情期間 美國愛荷華州最大的養豬廠 將賣不出去的豬 用蒸氣活活悶死 詹姆斯·金恩 又一個恐怖分子 我從FBI 他就說 別擔心你不要緊 詹姆斯揭露了美國殘忍的動物實驗 這頭牛像是全身長滿了腫瘤 但是它可以提供兩倍的牛肉 而這頭明星乳牛叫做朵曼珍 它有15倍的產乳量 代價是畸形的巨大乳房 還有撐不住身體重量的 站斗的四肢腳 週四晚間十點 記錄觀點 動物工廠揭密 我们下期再见